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御医诊断之后呢 说需要千年的血液做药饮 于是呢 就让他把见过女娲的方式给抓了过来 结果呢 把方式吓得是又磕头又是哭泣的 说自己是酒后务事 不知道自己说了这样的大话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被赵王给打了一顿 那么这个故事呢 也是在告诉我们 做人啊 这个话呀 不要说得太大 更不能说得太慢 那针对这一点呢 红一法师曾经说过 说话不可以太满 满则意志 我们常常说的是无绝对 也是在告诉我们 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 经过大脑的思考 不能脱口而出 要做到说七分 留三分 那这三分话呢 不仅是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也是给他人留有余地 说话不留余地 就等于啊 不留退路 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呢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这样看似简单的逻辑啊 已经是不适合了 否则的话呢 付出的代价 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 与其和自己计较 还不如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 多用一些不确定的词语 给自己留条后路 怎么说呢 就是在别人请求你帮忙的时候 你大可以说我尽量我试试看 而不是说我保证 除了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语之外呢 我们还要说一些善言 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即使和恶人交流 也不要口出恶言 比方说情断一绝 势不两立 这样的过激的话 最好不要说 不管是对谁 最好都是啊 闭口不言 以免他日万一 狭路相逢的时候 还有个说话的面子 管子也说过 言不得过其始 时不得过其名 罗兴先生也说 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 否则堂有记性 将来想到会脸红 话不说满 表示自己很谨慎 做事谨慎考虑 别人呢 自然也会更加信赖我们 你们说 是不是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